阿露哈 大家好 我是哲平 又回到我們苗咪大戰爭時間啦 好的 那我們今天是有做一個更新喔 也就是我們7.4.0的更新啦 那這邊的話 觀眾我跟哲平講說 這一次有更新 我們未來的篇第一章 會有不死生物 也就是說呢 像我們之前四階篇的時候不是會有不死關卡嗎 那這樣的話 未來篇現在也是有了 那原本想要說 看一下我現在有沒有未來篇關卡喔 那個不死生物入侵喔 不過剛剛是沒有看到喔 不過倒是看到寶物加年華啦 所以大家如果還沒有刷好寶物的話 可以去刷一刷喔 那這邊7.4.0的更新 還是更新了不死的熊喔 所以熊也有不死的了 看來接下來會很可怕 再來是不死山豬 唉唷 不死山豬 我想都不敢想好不好 然後速解貓跟小地藏可以三階進化 所以大家有這兩隻的話 可以去考慮一下把牠們進化喔 不過小地藏的話 應該也是要古代不合的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 哲平應該還是有沒有辦法 用我們的小地藏三階進化 那聽說也有新的貓砲可以用喔 我其實很久沒看我們加碼多多了欸 關心牠一下好了啦 其實我真的很久沒有看我們的加碼多多 而且這份話說真的 我真的好久沒有用我們的貓咪塔了喔 那基本上 貓咪塔這種東西是還不錯的啦 所以歡迎大家趕快去玩一玩喔 因為其實貓咪塔真的是 可以用很多東西 只是 哲平這邊的話真的是 沒有什麼在研究 那這個吧 這是因為今天才出的吧 開發天使砲吧 應該就是這個天使砲好不好 這是新的那個天使砲吧 應該是這個吧 還是其實這很早就有了 然後 我還沒開啟 所以沒辦法用阿 那這次的話也有新增我們的貓咪砲阿 那之後的話 哲平再考慮要不要來 把貓咪砲拍個介紹好了 因為基本上哲平都還沒開著玩貓咪砲喔 好不好 如果你這邊貓咪套關家的話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大家你的一切知識囉 好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副版大日說 之後有可能會復刻我們的CF合作 那CF就是Crash Viber好不好 Crash Viber合作就是哲平大老婆莫比烏斯的系列阿 所以之後的話 希望明年八月再出欸 不然 不然沒辦法課欸 我的天阿 好啦 那這邊的話呢 那其實除了我們10.4.0的更新版本之後阿 其實這邊還有一些活動關卡是可以打的喔 比如說我們這邊的話 我記得這邊下面還有一大堆活動關卡可以打啦 對 我們這邊的話是 那個我們的吉南記阿 還有我們的嘉年華阿 那些全部都出現了好不好 然後還有我們的秋天運動會啦 那今天的話應該會打一下秋天運動會的那個 四階關卡 四星關卡給大家看一下喔 那這邊的話我們之前讓哲平笑報的秋季白晶週也要出現了 所以缺我們的招譜轉蛋券也可以刷一刷囉 那基本上目前來說就是這麼一回事 那7.4.0的版本也是更新的不錯多的一些新敵人啦 所以之後的話關卡可能會有更強力的一些要挑戰的地方 就請大家努力的打一打吧 好 那我們今天呢就先不打我們傳說關卡 我們今天來打一下我們秋天運動會的四星關卡啦 因為之前的話我好像是打過了 然後是還沒打過我們這個秋天運動會的四星關卡 那初期條件的話一樣是限制我們ES貓貓跟稀有貓貓 那我們就來調配一下隊伍囉 好的那以防萬一我們就先帶一套這套隊伍 這套隊伍應該是算是不知道打哪一個關卡 好像是打小小巨城貓吧 然後打不贏的組合喔 我們來看一下 看能不能輕鬆解決一下我們秋季運動會的那個 四星關卡喔 來第一關貓咪體操第一 Las go 那我記得這一系列的關卡基本上都有那個八關喔 所以算是還蠻長的 我們就看一下能不能速處帶過好了 這邊的話第一關的話是出現我們的河馬 那河馬的話應該是不用怕喔 這次的話是帶上兩隻的砲灰啦 一隻跳跳貓一隻我們的那個拉麵王喔 基本上用那兩隻來坦掉他們的傷害應該是不錯的喔 這邊的話跳跳貓跳一下我們的河馬就爆掉了 所以應該來說前面幾關應該都不難 那我記得這關卡應該是有八個關卡 所以接下來就要看喔喔喔喔 這個 就是我們一隻松鼠阿 然後居然還有帶陣坡了喔 嚇死我了 不過這邊的話我們跳跳貓跳一下的話 河馬基本上就死一片了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可以順利的把這關給帶掉 除了他我們可以來絕殺這關卡吧 啪啪 結束 好 再來看一下我們第二關練習過頭的入場喔 Las go 這關的話呢我們就先看一下碰卡會發生什麼事情喔 感覺他們呢一開始出現的東西好像也沒有怎麼樣 OK 這邊的話是出現了我們運動會的那個特有產物啦 也就是我們這個四人舉珠團好不好 這個是 就是蜘蛛被舉起來的關卡啦 基本上這個 這隻角色就是我們這個運動會的一些新角色好不好 就是蜘蛛被舉起 好 再來看一下我們下一關把點你 哈哈 把點你聽成甜你 好喔 厲害 好不好 我真的不知道貓咪大人真的中文翻譯到也是誰翻的 我覺得真的是翻的還蠻不錯的好不好 那這關的話呢其實距離是還蠻近的 不過目前看到河馬應該也是被我們跳跳貓跳一下就死掉的那個局面 所以應該也是還好喔 那這關的話呢雖然是夜色貓貓跟稀有貓的限制啦 所以基本上就是帶上我們三階的跳跳貓再加上我們那個拉麵王 就可以前面的關卡就還可以蠻好打的好不好 那這邊的話有錢之後呢叫哈拉姆特增加關卡的速度性喔 打一下之後呢是有那個更性塔好不好 所以這邊的話是直接碰塔是出現了我們一隻那個漂浮臉哥 還有我們的企鵝跟袋鼠 那基本上這關的話 沒辦法用那個直接速攻打塔法啦 那這邊的話其實紅色敵人跟我們一般敵人也是蠻多的 那這邊的話比較小心就是還有一隻漂浮臉哥喔 那紅色犀牛的話呢也是不容小聚啦 不過這邊的話你如果用跳跳貓跟我們的那個拉麵王 再加上哈拉姆特娃應該也是沒問題到 成功取得這關的勝利囉 好的 再來是下一關手、漢和、土崩武喔 Let's go 好 那我們剛剛上一關那個田椅的關卡啊 基本上好像就沒有出現我們那個扛珠陣型了 所以這關的話呢感覺就是沒有那麼常出現特有角色啦 喔 出現了 才講他他馬上就出現 欸欸 太多隻了 太多隻了好不好 太多隻了 這一次的話呢這個手和、土崩武關卡的話 是出了超多這個四人扛珠珠陣型啦 這邊的話就我們哈拉姆特出來 哈拉姆特一出來的話應該可以速速的把這關給打掉 應該是沒問題的 那 上一關碰塔之後是出現我們的漂浮臉哥 那這一關的話就不知道碰塔會出現什麼東西囉 來看一下吧 這關的話碰塔好像是沒有出現什麼東西 直接把他給打掉 不過再來是我們赤腳跑很快的傳說 Let's go 說到這個赤腳跑很快的傳說啊 其實哲平以前就是一個那個 呃 跑步的 欸 欸 這次可能有點危險了 我覺得這次我們稍微有點出太慢了 所以這邊的話被我們紅色的兩個打得稀里花啦 不過這邊的話 是成功看我們跳跳貓跟我們那個拉麵王打掉 那剛剛跟他講的就是 欸 赤腳跑很快的傳說啊 其實哲平以前 國中國小的時候參加運動會的時候都是打赤腳 因為其實 哇塞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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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不太想要知道我國小赤腳怎麼樣啊 他可能沒有什麼興趣 哼 哼 好 那看他對我的國中赤腳的那個 什麼跑步之類的沒有什麼興趣喔 不過這邊的話 我覺得我們應該就是要等我們貓砲存好之後 再去過去碰他們會比較好 所以前面的話就還是先存一點我們的那個前面的貓貓 先把他打死之後呢 我們就先緩住吧 我覺得這次好像有點太快了 又有點太快了 因為這次的話 我們還是必須要靠我們貓砲來扛啊 我的天啊 哇哩咧 喔 看來好像是因為那個攻擊力的問題喔 因為剛剛我們是用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哈哈姆特去打的 所以攻擊力道可能太大了 那基本上如果是用我們這樣的陣型去打的話 攻擊力道就沒這麼大 所以黑熊就沒事好不好 這邊有這麼快的出來 所以這關的話感覺 你也可以先存一點錢啊 等到貓砲比較多的時候 再叫我們那個 再叫..再去碰塔會比較好一點點 不然其實這個黑熊的話 基本上一定是要用貓砲來解決的喔 好 所以這關的打法看你要慢 或是就是直接打快 就是你只要等到你貓砲好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成功的去碰塔了 就是事無忌待來碰塔應該就沒問題了 那這關要比較小心一點點 因為碰塔之後 如果碰太大力的話是會出現我們黑熊 嚇死我了 可以 那我們違規手球這個關卡的話 是出現我們大象跟我們的那個 四人扛豬豬陣型還有紅色犀牛啦 所以基本上這個運動會關卡其實還蠻多 都是我們紅色角色的 所以基本上帶一些能夠打紅敵的應該會不錯喔 好 這邊順利的把他給打掉之後呢 應該沒問題喔 那待會的話呢 有錢之後就馬上叫做我們哈拉姆特 應該是可以順利的把大象給解決喔 OK 沒問題 這邊叫做哈拉姆特 來 打大象 直接把他給K爆 K爆之後呢 去碰塔 而且這邊貓砲也好 所以不怕他再叫出我們黑熊喔 這邊的話先把這隻星雄給打死 應該就可以順利的來打這個塔啦 看一下碰塔之後呢 是沒有出現什麼直接下生物 所以這關的話 大王就是我們大象啦 好 再來看我們倒數第二關 騎馬戰 看本性 Let's go 好 這邊的話呢 是蹦出我們一隻死蟻獸喔 那死蟻獸的話可能就比較麻煩一點點 因為我們這隻是沒有帶上什麼遠攻距離角色 不過應該也是可以用我們的公墓武藏打吧 我覺得應該可以喔 因為公墓的話呢 他其實看起來應該也滿像遠攻距離角色的喔 好 那看來我們的那個公墓武藏的攻擊距離算是還滿遠的 所以應該是可以用公墓武藏來打我們死蟻獸喔 OK 沒問題 那這邊的話死蟻獸呢 應該也是可以用哈拉姆特來打 打 沒問題 Sex蟻一下應該就會死掉喔 可是沒問題這邊的話是被我們的那個美魔貓補了一把拍掌喔 直接把他拍死了 那這邊的話應該就可以直接成功的來帶塔了 基本上這關的王的話就是我們的死蟻獸啦 那如果你有公墓的話是可以拿出來用 如果沒有的話你可以用三階哈拉姆特來打他喔 那基本上一樣用我們跳跳貓還有拉面王跟美魔貓就可以扛住陣型囉 取得我們騎馬戰看本性的勝利囉 好的 再來是我們的最後一關 大家都第一名就好了呀 Let's go 好 那這就是我們最後一關喔 一開始就出現我們的海踏啦 那基本上後面還出現我們一些紅色的小敵人 那我覺得這個關卡的話目前來說 比較麻煩大概我覺得就是黑熊那關卡吧 其他的話其實都還好 因為黑熊那關卡實在是太讓我震驚了 直接出現我也是一個嚇到好不好 那這關的話基本上這幾關都是用我們的三.. 兩隻胖灰一隻跳跳貓一隻拉面王就可以扛住陣線喔 不過我這邊等級可能是稍微比較高一點點 不過我相信大家應該也是有一些辦法可以打過的喔 因為這關卡基本上沒有那麼的難 好 這邊的話已經慢慢要接近我們的圍塔啦 看一下能不能順利的來把這關給帶掉喔 那後面的話再補一隻我們的公墓武裝出來好了 好 打塔之後呢是還沒有出現什麼奇妙的敵人囉 好 這邊是出現我們的巡鹿了喔 那巡鹿的話可能就比較麻煩一點點了 不過美魔貓疊起來之後呢 巡鹿應該是能夠比較好打一些些 好 那這邊的話過一段時間又出現一些 這些哲兵不想看到的生物是比較麻煩一點點 那這關的話巡鹿其實KB要非常多下喔 所以這要特別小心一點點 而且這邊除了巡鹿以外 又來了兩隻紅色臉哥 所以這關的話呢 你可能也可以帶一些我們的大錘哥哥阿 或是我們的摩堅士哥哥這種稀有的打紅色敵人的角色 應該也會不錯喔 哇 那這邊的話來了第三隻的巡鹿啦 所以巡鹿會越來越多隻阿 我的甜甜阿 那這邊的話再叫出我們的那個 喔 不用叫了 這邊直接把他們打到後面去之後呢 用我們美魔貓的手頭直接把他給毀掉 好的 那我們這一次的話 就挑戰成跟我們的秋天運動會的四星關卡 基本上關卡沒有那麼難喔 不過有黑熊那個關卡的話要特別小心一點點 因為如果你碰塔碰太快的話 後面是會出現一隻黑熊 那基本上黑熊只要用我們的貓砲就可以解決囉 不像我們傳說關卡有一關的那個是黑熊一樣那麼麻煩喔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關卡就先打到這邊啦 如果大家對於我們這個關卡有些問題阿 或是有些比較好打的方法 就是比較簡單的攻略方法的話呢 那歡迎在以下留言分享給哲平 或是分享給其他需要幫助的小辣椒們喔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那可以幫我點個喜歡瑞磯哲平頻道 按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哲平的影片啦 那我是哲平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